我是Enter,歡迎收看EnterBox 今天開箱的這個很特別 你覺得它到底算SSD還是HUB呢? 其實真的非常難界定 因為它兩個都是 這顆是Teku583 Urus 後面這個很特別的名字 我也不確定自己的發音是不是正確的 據說這個名字是源自於藍寶基尼千萬SUV Urus 所以才叫做583 Urus 除了可以安裝一條M.2 2280的SSD HUB則包括了一個UHS-1的SD卡 兩個USB 3.2 Gen2持續的USB-A 還有一個HDMI 我覺得這個產品非常適合 給同時需要帶SSD和HUB出門的人 這類產品的文宣通常也會主打出外使用的場景 只要帶一顆就可以搞定了非常方便 二合一的功能 但我覺得在桌上型的使用環境也非常合適 你可以把它當作一顆SSD加Dog的裝置 一個USB出來就可以幫iMac增加一個影像輸出 一個讀卡接一個USB HUB 同時它還是一個SSD外接 就可以拿來當作是主機的Time Machine來使用 所以放在桌上一樣是非常好用的 那它到底是一台HUB還是一個SSD呢? 我會更多的把它視為一個SSD而不是一個HUB 因為如果你將重心放在它是一個HUB來使用的話 但是如果你沒有用到SSD的時候 其實SSD的一邊也會消耗電量 即便你在筆電中將SSD退出了 但它還是會繼續吃掉筆電的續航力 這並不是烏魯斯個別的缺點 而是這類產品大多都是這樣的設計和特性 所以對我這種有出門在外使用需求的人 筆電的電量也有限的情況下 我會優先將它視為SSD附帶了HUB的功能來使用 雖然早有耳聞這類產品的開發和推出 市場上也看到不少成品 但TQ依舊憑藉著自身的優勢還有設計強項 讓583烏魯斯有許多看點 我們就從產品外觀開始說起吧 頂部就像是沿襲了Rapid外殼 兩側對稱的散熱剖鉤片造型 中間有指示燈挖孔還有TQ低調的LOGO 底部的視覺也有非常強烈的對稱性 中間也有幫助散熱的剖鉤棋片 看起來就非常美觀又有兼具持用 整個拿在手上非常有重量感 因為它不是普通的鋁脊型薄殼 而是整塊鋁彩CNC加工的 重量稍微重一點 但是可以感受到適度的分量感和堅固耐用 另外相較之下Rapid的表面做的比較平滑 是我比較喜歡的 這次烏魯斯的表面噴沙是做比較粗一點 因此摸起來顆粒感會比較大 但是烏魯斯的外殼比Rapid窄了一些 上下也都是有弧度的設計 因此拿在手上的握感就更加貼手 而相較583 Superfast的底部沒有腳墊 583烏魯斯就加上了與Rapid相同的腳墊 我覺得這個還不錯 目前市面上很多USB SSD是沒有腳墊的 而市面上的USB-C Hub就更誇張了 基本上都是不帶腳墊的 雖然這類產品的需求就是攜帶 但是你想想 你實際在用的時候還是放在桌上再用啊 而像烏魯斯這樣底部有腳墊就會方便很多 比如要插USB-A和HDMI時的 側向的用力就會比較大 金屬機殼就比較容易刮上桌面 而且平常看到腳墊通常都是黑色的居多 但是我真的蠻喜歡TQ這種淺灰色 帶有足夠彈性的腳墊 在視覺上也不會與銀色的機殼形成太大的突兀 有點厚度還有彈性的腳墊 也可以彌補桌面輕微凹凸不平還有小顆粒 那麼看到效能的部分 現在市面上很多USB Hub都還是5G的速度 並不是10G 這速度差一倍啊 但是兩者的架差其實不大 因此我都強烈建議優先選擇10G的規格哦 而市面上大多SSD加Hub的產品 也都是採用Tanky的規格了 就像583URUS就是10G的 那就比一般常見的5G的Hub還要快上非常多 此外在使用HDMI時 雖然影像也是經過USB-C 但這並不會影響SSD的傳輸速度 因為它們走的是不同通道 那這邊其實蠻細節的 我們就不展開說技術原因了 總之一邊用URUS輸出HDMI畫面時 同時用SSD來傳輸資料 測速依舊有800到900MB 也是這類SSD加Hub的產品 善用了USB頻寬而很有競爭力的地方 而在容量選擇方面 我覺得可以優先選擇1TB、2TB的款式 TQ就有搭售SSD的版本可以直接購買了 好處就是方便 也不用擔心效用性問題 或是你會DIY 也可以自己買空機回來自己裝 我就蠻推薦用速度比較慢 但是價格便宜有感的PCIe Gen3的SSD 像我這次搭配的是Intel 660P 1TB 是當時非常便宜的QLC SSD 以目前SSD的價格 我個人就推薦至少搭個1TB的才划算 也是對大眾來說最好的Sweet Spot 或是像我的儲存量比較高 那麼對我來說甜蜜點可能就會在2TB 所以這方面就是大家要考量自己的儲存量和預算 SSD和Hub本身就是兩個發熱源 現在將兩個產品整合在一起 對廠商來說在散熱上就需要下更多功夫了 所以在挑選這類混合型產品時 我也會特別關心散熱 以及長時間使用是否會有降低速度的狀況 目前測試583URUS都還蠻穩定的 例如在長時間連接著HDMI輸出時 一邊循環跑測速 寫入讀取的檔案都已經超過100GB了 速度依然是非常穩定沒有降速 表現非常好 這方面就可以看出TQ在散熱部分做得相當不錯 拆開內部也可以進一步看到幾個高發熱的晶片 以及SSD的部分都有附上導熱的貼片 將熱傳導到外殼 因此如果買回去發現有點燙或是有點溫 基本上都是正常的不用太擔心 接下來給大家看一個TQ很變態的地方 就是如果你當看外殼沒有拆開來 是看不到TQ的用心的 就是在這個上下殼IO的區域 都有透過CNC將IO的高度切得剛剛好 因此透過上下殼夾在一起 就可以牢牢固定住所有的IO 那講個比較誇張的 假設如果今天插上了USB線 硬去凹那個線頭 最後斷掉了搞不好是線 不會是HUB 很多人或許就跟我有一樣的疑問 那就是烏魯斯怎麼沒有PD充電的支援啊 一開始我也是想說 可能是SSD跟HUB加在一起可能已經夠熱了 如果還要再加上PD 那恐怕溫度還會更高 不過TQ倒是提到 其實除了溫度控制之外 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們有失過PD供電的功能 但這會有一個隱憂 就是消費者在用的時候 如果插上電源或是拔掉電源 那對USB來說就是重新連接 所以如果你資料傳到一半就會被迫中斷 考量到大多數消費者可能無法留意到這個問題 所以才確定不做PD的 也是TQ將583URS 做得這麼面向隨身攜帶的原因之一 晶片方案的部分我們就放在畫面上給大家看 HDMI的輸出規格為4K30Hz 並沒有支援到4K60Hz 但是據我理解 這類方案以及產品 目前理論上 最高就只能做到4K30Hz 所以無法達到60Hz並不是烏魯斯的問題 那詳細的原因就跟前面提到的USB的頻寬有關 這邊就不展開說了 所以我建議 如果是一定要4K60Hz的觀眾 可以考慮其他方式的輸出 例如Thunderbolt 3的轉接 那如果是4K30的話 就沒有問題用烏魯斯是OK的 而2K的部分 因為手上目前剛好沒有2K的螢幕 所以沒有實測過 但是理論上 2K60還有FHD60Hz都是沒有問題的 烏魯斯的USB-A有兩個 都是USB3.2 Gen6 10G 這真的比5G快很多 除非你的筆電本身不支援到10G 或是你有其他考量 否則我真的是強烈推薦大家買10G的Hub 還有SD卡 有小扣分有小加分 那其中我覺得很棒的是 TQ在SD卡上面居然用了有彈簧的卡座 哇塞 這個在Duck上面才比較容易看到的 沒想到在這種隨身攜帶產品上面 TQ也用了這種自彈式的卡座 光是那個按壓的手感就非常爽了 完全是紓壓的工具啊 缺點是如果傳輸到一半你去壓到 那它當然會自己彈起來中斷傳輸 不過我實際使用一個多月下來 我在583和烏魯斯上面都沒有發生這樣的意外 因此我覺得這個機率來講是非常低的 相較之下我覺得自彈式的手感在心中是小小加分的 不過剛剛提到的小缺點小遺憾 就是這個作為三四千塊錢定位的產品 它的SD卡的速度是UHS-1的 那如果是UHS-2就更好 這樣對於中高階相機的使用者來說 就能省下一些檔案傳輸的時間 在售價方面 583烏魯斯不帶SSD的版本是4500元 目前早鳥優惠是2925元 如果將它視為一個桌上型的SSD 和小的Duck的合體 那真的是很划算 畢竟桌上的Duck價格都比較貴 那如果是作為攜帶型的SSD加Hub二合一來用 我覺得目前在定價上也非常符合現在的市場現況 或是單從Hub跟SSD的角度來看 10G的Hub可能在2000塊左右 加上SSD10G的大概也是要1000多塊錢 兩個加起來的價格其實跟583烏魯斯是差不多的 那就會是大家未來買SSD還有買Hub的新選項 影片內容製作不易 邀請您按讚訂閱分享EnterBox 我是Enter,我們下期再會 並且按讚 看一下 我們下期間吧 請請 一個 一eniz 第三 五 五 六